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皮肤状态真的好差好差 遮瑕呢还是用到的老橘朵的遮瑕液 裸妆的话呢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和哑观的照面 所以就选择这种有一点光泽度的粉来定妆 用刷子这样轻轻地按压在脸上 眉毛呢要先做出一下它的毛流感 用这种透明的定型皂 顺着毛流的方向刷 再用这种硬切眉笔去描绘一下眉型 眼影呢要选择这样的棕色偏冷色系一点的 先用这种浅棕色呢去打一个底 再选择这个冷一点的棕色系 下眼影呢从卧蚕下方从后往前去延伸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自然的卧蚕 下来呢我们就选择一把这种扁系的刷子 选择这个最深色 用这个最深色去代替眼线的画法 睫毛根部轻轻运染开 再用鱼粉拉长一下眼尾 下节了一定要刷得非常干净 不要刺激在你的下眼影上 下一步呢我们就来修容 用到的是这个 True Colorful School的修容粉 大同呢我用到的是橘朵的这两个颜色 一个是35一个是14 先用这个35号色 再用一下这个14号色 叠加在上面 可猛用到的是完美认识的这个粉管 4号是13 好了这个裸妆呢就完成了 小红书 所以我们看完00 就好几个小红书 我觉得我们可以说 好几个小红书 就是这个